最近我们南海出了一点状况 因为这个也是跟拜登政府一样 那其实这个让我们国内有些人不太了解 说怎么会美国怎么也点名台湾 点名中国大陆台湾跟越南 他说我们这个自由航行 就是要对这个三个对于所谓的领海 他的海洋权有过度主张的这些对象所执行 特别指明三个中国大陆台湾越南 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 因为我以前在外交部 我曾经是南海小组成员 所以我还了解一下这边里面的国际法跟历史背景 其实美国一直执行的自由航行权 其实这个不是川普也不是拜登的政策 你知道谁的政策 是尼克森政府的政策 你看这多少年前了 所以这个长期的政策 那他这个政策出发点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他对于国际上有一些国家 他认为他把他的领海的权力的主张 有一点过度 所以他认为这是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的 也就是海洋法公约 海洋法公约有一条规定就是说 你虽然你有12海里的领海 也就是领海似同领土 可是呢这个领海啊 从有海洋法有国际法开始 就有所谓的一个叫无害通过权 Innocent Passage 无害通过权 那海洋法1980年代它通过的时候呢 它并没有把这个无害通过权 做更详细的规划 可是很多国家就说 这个无害通过权没有问题 你如果是商业民用船只的话 你可以无害通过 经过我12海里 可是呢 如果是军事舰艇 或者说公务船只的话 那就不能够毫无限制 那么各国就通过它自己的领海法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的领海法 我们中华民国的领海法 说没有错 我们的海里 12海里领海内有无害通过权 可是两类船只呢 我们希望它要报备 我们是用报备制 也就是说哪两类船只 军事舰艇跟公务船 各国的公务船 你要经过领海的话 你要通知我 你要报备 那么越南跟中国大陆 它领海法 更进一步规定 就说 你可以 你一般船只可以无害通过 12海里只领海 你可以无害通过 可是呢 军事舰艇跟公务船 你要得到的许可 那美国在 在尼克森做总统 尼克森你看多久以前 做总统的时候 美国的国内的专家说 这个不行 这个妨碍我们 这个他们是过度的主张 他们的领海的主权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打破呢 我们就不要管他 3721 我们的军舰就给他 无害通过过去 到你的领海去走 看你能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美国 伊斯坦在主张的 所谓航行自由权 这个是从尼克森 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 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 也不是针对特定的一个 一个情势 这是他一贯的 有关 领海12海里内 无害通过权的 他的一个主张 所以这一次他会说 因为他这次航行 他到南海 他说他主要针对三个对象 一个中国大陆 一个越南 一个台湾 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 那不过这里面 也就是说美国在这个 无害通过权里面 自由航行里面 他已经感觉上 没有特别 对我们台湾放过一马 这回事 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拜登的政府 将来在这个执行 他这个南海政策也好 他这个两岸政策好 他都会有这个 都会 都会有一些迹象 因为 如果还是川普政府的话 我想他不会这么讲的 这么明明 而且把我们台湾 名字也放进去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中间 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变化 因为刚刚 谈到那个 大使 大使 是 我们的麦克风掉了 我刚刚拿起来 眼睛很尖 哎呀 抱歉 那应该都听得到吗 都听得到 太好 我的声音声量大概够 还行 谢谢大使 好 那现在听得到 好 那这里面我刚刚还提到一点 就是说 民进党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 赶尽杀绝 然后呢 你看看我们这个 马英九总统 听说上百个官司禅身 那这个 这个做法 事实上 我们对于我们国内的 所以 我们很多政治人 一直在讲一件事 就是政治和解 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台湾就是一艘船 我们上面也就占了 两千三百 两千三百百人 大家都是同一条命运 要怎么样 很多事情 要能够互相包容 要怎么样 要和谐 可是这些年来 我们社会 为什么这么动荡 就是民进党这个政府 拿到权力以后 没有把权力放在 他该做的事情上 他不断的在搞政治追杀 他比如说韩国瑜 硬是要把韩国瑜 今天要把他这个 把他罢免掉 那对于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 有些人对他有意见 可是他有一点 人家都没有意见 就是此人啊 非常的清廉 对不对 他一个人当官 他全家都失业 哪有这种总统的 他姐夫 他他姐姐什么都失业了 他太太 他太太也变成 他太太也是 也是律师啊 好像后来也就辞职了嘛 哪有一个人当总统 全家失业的 然后他每天就 每天就是 怎么讲呢 就是自奉胜为简约啊 把自己啊 这个这个不管食音住行啊 都做一个表率 每天不要吃 他不要吃了多少便当 我想应该查一查 他这个做八年总统 不要吃了多少便当 别人的当总统 对不对 不要说当总统 你看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民进党这些地方官 对不对 林又昌 对不对 他原来瘦瘦的 当四年的市长以后 就变成个胖子 对不对 吃香喝辣嘛 那哪像马英九 当八年总统 不要吃了多少便当 那可是 马英九得到什么待遇 下台以后 民进党追杀 用百余个官司 所以他刚过完年就什么 赶公车去 去什么应训 天天跑法院 那这种做法 这种风格 其实是把台湾的 整个的 一个善良的 一个民风 把台湾一个 很和谐的 一个社会 从根本上 就把它瓦解了 这是民进党执政 对我们台湾 很大的伤害之一